上学时的迷糊行为 哎呦 哎呀你没事吧 我的天呐 某副头 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什么 大牙和浩晨 哦 我早就看他们有问题 不是他们有病吧 哇 浩晨 浩晨 你快起来笑笑大牙 就是人家等着呢 哈哈哈哈 发生了哎 害羞了 发生什么了 这前面的玻璃就两个人擦一下 大牙嗯 再找一个 浩晨鸡吧 我知道你考了0分 其实我是故意算不正确答案 然后写过的 哼 滑天下是大姐 你意思是你知道这女答案 能够买个是呗 对的 因为我想避嫌 说谎不大糟糕 我说这天怎么这么黑 原来是你吃的牛满天肥 哪个人这么生气啊 小华 他考灵分还天天想上体育课 还仨说什么故意考灵分 主任您把它开了吧 这个班有他没我 这样的学生我教不了 好多的同学 刚代表我们学院去市里拿了奥书一等奖 我是特意来给他送珠宝礼物的 主任 你开啥玩笑呢 你看你身边的冲击人是谁 嗯 上官浩泽 上学时的暗爽神经 这间不是体育课吗 对啊 后者还在床上等我呢 猛虎头 你看一个分数 五十多个号是体育课 小妹就是进屋了 但是比酒店还差点 零分 他上了后者就是零分 哎呦 什么后者才人呢 老师 他上了体育课去了 兄妹 你 刚来咱们公司 从成绩多好 现在就要轮了什么这样子 猛虎头 你小子让我在床上等你那么久 你说 你身子太粗了 天天就能等到 你知道自己考零分吗 就是了整整齐齐的心情才好呢 我正内力 风情是分层收纳 科学分类 培养好收纳习惯 连小口罩都有地方放呢 大雅 又下班了 你怎么还在读言 老师把我们答案收了 要自己写呢 我们的美收 哎 你在干什么呀 嗯 嗯 啊 现在都两个诗句 做完了才能放学 啊 哈哈哈哈 嗯 哎 这也太简单了 哦 老师 我就先回家了 这是非常的感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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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时 耍锅的小聪明 第三集 雪子一定给我站起来 呦 你们两个人 C是怎么得出来的 是不是超难啊 我们也超了呀 老师自作聪明 以为超难我发现不了 哎 答案放在你们那里 还以为你们会自觉点呢 这第三集答案出错了 你们给我逮了吗 大雅 非常好 没超难啊 哈哈哈哈 看来答案放在你们那不太行 大雅下班帮我收上来 我想起来了 我唱的时候故意超错几个 哎呀我答案都找不着了 我的答案在这儿 大雅 你小主播说是也太不敌了 应该不会 有那个什么强迫症吧 不是让你平时在学校 不要我倒过吗 当然关系在学校被别人知道不好 你也知道影响不好 你是不是摆明了 张罗里有关系 就不分天红照给的妄网人吗 是是是是又怎么样 你你们想的吗 你知道我身边这位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 我大姑在这儿 我谁有话 他爸爸是高科技研究员 妈妈是世界著名女演员 那又怎样 咋样 咱们学校楼 有一半是他们家圈的 正学的教室楼 你天天做的高科楼 都是他们家圈的 什么 怎么办来头 小梅 平时总是对我们重拳出去 让别人唯唯诺诺啦 这些天他们 你想怎么收拾怎么收拾 我帮你勾着 那我就不客气了 让你欺负我 让你包屁 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六 为什么我到底了 这是我没错 你都把我水杯摔回来 还没错 你们一般的人就是没照呀 那也是你先上队 先开火 摔好我杯子然后说我出口水吧 嗯 擦开啊 马上要上课了 我来不及了 大家都是来不及了 别人问你要擦开 有喝 敢喝我盯嘴 知道我是谁吗 拿自己什么话 管你是谁 今天就对你不能他 我进取他怎么啦 你能拿我怎么样 哦呦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一个魂子都拿不住 你竟然醞生了 把魂桌还没受过柔 fifteen 你赔我�南 我不是故意的 好阿尼 你给他答应他 你说什么 告诉我道歉 你一定要说道歉 我胡闆开除了 你就是他所挑证 你做橙odie不同的 你要什么全都看着我了 就被他说了大姑 是吧 你这孩子再说说了 物理模拟卷的分数都下来了 黄大压100分 不愧是我妈的物理小学霸 这个新代入的科技成见罐 奖励给你 谢谢老师 果然老师不喜欢好学生 低迷就有奖励 黄乌桃66分 你这个分 我知道 和低迷差太多了呗 这个科技猫奖励给你 只能让老师不及做 这次进步很大 要继续加油哦 你 你这孩子咋了 太傻了 谢谢老师 我已经会完美学物理的 哈哈哈 正常学就行 来我们去发试卷 找到号成 原来 插身也可以得到老师的夸奖和礼物 上学时的神仙老师 请愿老师这节课有事啊 啊 啊什么 我还没说完呢 所以这节课给你们放电影 哦 想要看电影的就自己玩过手机 但是不准打游戏啊 那玩意容易上瘾 参照 把创业拉一下 好嘞 哎呀老师 你帮我们下一个笑 谢谢 恐慈电影里都是假的 如果老师送你个雪糕 这都是真的哦 哇 班长分一下 一人一哥 别吃多了 鬼拉肚子啊 大雅 徐老师都是我的神仙老师一美 谁说不是呢 这家理议是先写小我 然后用古诗词直接套 最后写伟人的大M将 非常好 就应该这么写 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写的方法 方法就是不天刻 直接看小说 我就帮你全身古今 中外的各种小说啊 你这猪包里装这么多小说 咋装得下去的 不嫌重吗 不错啊 我这猪包里有高密度回摊棉 简正的 而且里面可以分层收纳 这个放国内小说 这个放国外小说 这边放口罩 这边放水杯 我也想放个新猪包 好啊 这一题可是超高题 算不出来没关系 我和奥特曼都算了两三个小时呢 哪啊 我看我看不懂 嘿嘿嘿 我就知道你们算不出来 没关系啊 好 一 二 如果不是亲爷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你怎么做出来的 这不是有讲就行吗 难道 我们不会啊 会了 当你是个片科王 好查 你的网给我查查你数学呗 我把语文给查 可以啊 正好你语文片科 我数学好 咱们结合一下 不计无敌了 你怎么 最后一题选什么 选必啊 嗯 你不够离第二题呢 更好爱 你选择离第一题呢 你怎么第一题都不够 算了 我们不跟你结合 哈哈哈哈 这次一文很简单 再一道好好好啊 嗯 语第一题怎么写 表达了作者的遮销之前 打呀 我和人党五的下一句是什么 给白天党五 打呀 作文怎么写 快给我尝尝 你怎么作文都要穿的 别换我了 哈哈哈哈 这个作文 怎么利益 还是自家利益党 先看 打呀 打呀 这回惨了 真是 她刚才睡了个猪头一样 啊 好像感冒了 嗯 离我远点 憋穿案给我了 嗯 离站穿远点 哎哎呀你也吃点 不用了 你那样吃的肯定没用 嗯 你也吃点 你那样吃的肯定没用 你看 你那样吃的肯定没用 我还想拍 还在显摆 烦死了 好像感冒了 嗯 离我远点 别穿让给我了 一 离站上远点 那你也吃点 不用了 你那样吃了肯定没用 还在显摆 烦死了